台北市越岸街上的安东市场凌晨惊喘活景 一楼黑烟只往上窜 而清闲的是楼上就是社会局委托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 消防队员紧急破门灌旧疏散了十多人 但其中四名小朋友吸入过多农烟 出现身体不适预防性松医 活掉人员一早重回现场 要追查起火原因 一楼市场没营业农烟却不断往上窜 消防队员急着破坏铁卷门要进去火场灌旧 就怕有人被呛到受不了 而且楼上还是儿福机构 消防车一辆辆夹派过来 不只要找到起火点 还要冒着浓烟赶快进去疏散大楼里 还没逃出来的血童 好几个小朋友 屋警口罩慢慢被带出来 还好都安全脱困 警销人员终于放下心 台北市大安区安东市场 29号凌晨2点多突然狂窜烟 令人紧张的是 市场二楼就是台北市社会局 委托的儿福机构 当时安置的孩童通通睡在三楼 火灾警铃一响 社福人员赶紧带着孩子逃命 不过其中四名血童 出现身体不适状况 预防兴送医 因为是在半夜嘛 那刚好也是休市 所以为什么会起火 是很奇怪 不少民众一早想来采买 才发现里头60多间摊伤 全被迫暂停营业 蛮难估计的 因为说我们现在电都没有办法用 所以如果说没有办法太快付电的话 估起来可能几万块上十万 摊伤的身材工具毁了 接下来好几天可能都得休息 但前一天市场没营业 凌晨也没有人 怎么会离奇期货 火调人员现在仔细查 就怕有人为因素 记得超会帮忙忘记下台北报道 天后回发干几天台 天后期负了 我们下围